对了 洛西 你没事吧 不用担心我 我只是有点 我刚才还担心你死在其他妖王手中 看来是我太愚钝了 没想到你不声不响的 也成了血脉消失 也是 灵犬秘境里 一直是你在掌控局势 如果灵士宇拿到了金鞋 你又怎么会没有呢 陈云 你这家伙 洛西 洛西 抱 抱歉 没事 不过为什么不早点使用纸盒 唯独 我唯独不想向那家伙服输 那家伙该不是在指我吧 我还以为你二人是生死存亡之际的 没想到还有闲心在这儿搂搂抱抱 师姐 师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洛西只是伤势严重站不稳 血脉修世 还是俊龙道人的弟子 不争取一下我就不姓洛 陈世帝又不是你的道理 我怎么就不能包了 洛西 我是说长公主殿下 你先等一下 王武先想着来救你 真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不行 得赶紧把话题唱开 对了 那只马腰 带 你 妖灭 我还不把你知道的消息速速交代 混蛋 我不是已经交代过了吗 竟然打我来喘一怒火 你们这些可恶的人类我是不会 等等 我 我说 可惜 洛西 勾结妖王暗杀我们属世 但是他却没留下任何马脚 光靠这只马腰的口供 对方大可说是我们污蔑 我就是高到父皇面前 恐怕 都会被他开脱 而且 关于半年前 大皇子被袭击的案件 也没有任何的线索 那这家伙 是不是没用了 我可以开动了吗 等等 别 我好像抢起来了 天羽山 对 洛京伦曾经让我们守过天羽山的 废奇矿洞 那里肯定有秘密 那你还不敢了解太路 就是这样 三个月前 洛京伦让我们在这里助手过七日 陈云 这个味道 和那个皇帝老头身上的毒味道一样呢 看来来对地方了 哼 怎么回事 这一路进来 为什么会是死路 你难道在骗我们 小的哪敢骗您啊 小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死路啊 亏你还是玄天王朝的皇女 难道连这里布置了隐匿法阵都看不出来吗 法阵 这怎么可能 要是我看不出来的 那得是何等复杂的 它就是很复杂 瞧见了吧 这法阵 我前所未见 恐怕就是凌霄从最擅长阵法的二张老来 都解不开 陈云 这个法阵 好像是我龙族密法阵的一种 破解之法很简单 你顺着我指的方向输入零七就好了 暴然使用暴力破解 恐怕只会将其破坏 看来只能到这儿了 可恶 难道线索就这样中断了吗 陈师弟解开了 随手一事 凑巧 凑巧而已 终于 终于这万石灵毒就要炼成了 有了这万石灵毒 定能助我主脱离封印 五主 那三个妖王现在也还没个消息 我们要不要撤离 怕什么 就算那三妖王失败了 长公主也找不到这儿来 五主大人 那马妖王理着长公主三人 已经到筐洞口了 妖族果然是废物 不可信 不过没关系 这些逆法阵 可是老夫从上古典击中学到的 绝对不可能被解开 阵法核心真大 法阵被破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公主大人不是说 这是龙族密阵 当今世上 不可能有人会攻破吗 不可能 我的阵法 绝对不可能会被破 那可是真龙一族的密法阵 如今真龙一族被灭 谁人能破 刚刚谁说的无人能解的症状 那不是有什么就行 看来是来对地方了 可别把他们疯跑了 快跑 快从米兜逃走 出谁跑 都给我上 你我用命拦住他们 余师姐 洛西 这些人就交给你们了 那屋主 由我去追 拜拜 你 unf